非洲狮子山国的总理斯蒂芬斯,今天下午4点半钟,抵达我国访问了两天,他在机场受到严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欢迎。严副总统现在陪同斯蒂芬斯总理在受理台接受隆重的军礼欢迎。 和斯蒂芬斯总理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,外交部长傅瑞,工商部长雪尔士,新闻级广播部长达提等11个人。 现在严副总统陪同斯蒂芬斯总理,检阅我国的三军一队。斯蒂芬斯总理现年64岁,前年世子山大选以后当选为总理,后来因为政局变化而下台,去年4月26号再度出任总理。 世子山在非洲西海岸,面临大西洋,面积大概有两万八千平方英里,有技术合作协定。 现在斯蒂芬斯总理和隋缘门和我国政府官员握手,其中包括魏道明夫妇,李国鼎,孙一璇,高奎元,杨西坤,陈大庆,冯启聪,赖鸣汤,高玉树。 现在和外交使节团见面,团长西班牙大使夫妇胡国才,马拉加西大使赖独新,美国大使马康卫,澳洲大使古博等。 严副总统首先在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中致辞,表示欢迎之意,并且说两国都为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奋斗,关系一天一天的亲密。 斯蒂芬斯总理接着说,哈赫隋缘到中华民国来访问,一方面是来参观中华民国的进步情形,一方面是借着访问的机会向中华民国政府表示谢意。 因为中华民国的农工队在世子山帮助当地的民众生产稻米,成绩博助。 世子山今年已经不必向国外输入稻米,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。 因此他希望以后世子山不仅能够自给自足,同时也能够输出。 他强调,两国密切合作可以使彼此互蒙其力。 画货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